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篮球我现在打得不好 已经退休了已经 对 但是这个篮球公益世界一直在做 然后比较疯狂的事情就是小时候我为篮球就是长时间的强力这个训练 就是一天12个小时吧 然后这样坚持了四五年吧 对 就是因为篮球是我第一个梦想 对 所以为梦想去奋斗 其实有时候坚持你的爱好就是一件最狂热最棒的事情 好 接下来看看谁 这边 大家好 我是新华网的记者 个问题想问吴亦凡 那么这次获得优秀演员的荣誉 那你未来将如何好的发挥自身的表录作用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把自己本质的工作做好吧 就是当然是这个 无论是演戏也好 还是音乐也好 就是自己的作品的质量 我觉得是第一的 然后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去激励跟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们 让他们去 就是我希望能够让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有很好的作品的 那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去给大家做好 带一个好的头 然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吴亦凡 我说开始你喊听 开始 听 好 谢谢 恭喜我们所有的获奖的网友 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五位嘉宾 恭喜你们青年演员 优秀的青年代表 好 稍后呢 他们还将在五四晚会上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敬请期待 掌声送给五位 谢谢 晚上见 谢谢各位 加油